二月快要结束了南加州中国大专院校联合校友会 特别宣传了他们一整年的活动 热闹精彩内容还邀请了社区民众一块共享盛举 南加州中国大专院校联合校友会举办记者会 向大家公布今年将举办的一连串精彩活动 除了加强校友间的相互交流与桥界的互动 也期望各种享受可以为不同领域的人提供专业 并且具有知识性的帮助 我们已经办过的一个是迎新会 那下一个呢就是社区方面的就业讲座 是三月十一号 然后下来呢我们有这个海华音乐会 村子旅 然后我们还会有海华运动会 庆祝母亲节的活动 是母亲节高尔夫球赛 然后还有纪念七七八十年纪念日 之后呢有健康讲座秋之旅卡拉OK比赛 卡拉OK比赛是我们庆祝中华民国国庆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活动 即将在三月十一号举办的懒财座谈会 我想这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延懒优秀人才到优秀的企业去工作 尤其在青年学子方面 他们在第一次面临就业的时候 更需要有这么好的名台来给这些年轻朋友找到他们想要 而且是理想中的工作对象 健文处这部分我们也会有专人来协助 希望能够原来海外人才到台湾去服务 除了三月将举行的就业辅导讲座之外 还包括海华音乐联合演唱会 春与秋之旅 母亲节庆祝活动 高尔夫球赛 纪念七七抗战八十周年 健康讲座 卡拉OK比赛 重阳敬老 年会与庆宫宴等等 满满的活动内容 有兴趣加入的观众朋友 请密切的锁定南加州中国大专院校联合校友会网站 了解详情 中旺电视采访报道